而美中可以看得出来是在敌队上降温 看看南海就知道 新年刚开始 飞美海上联合巡逻又开始登场了 那就是行动里呢 特别强调说美军出动核动力航母来加入 第二舰航载的空研队 各种的巡航 包括普林斯顿号第一驱逐舰队等等 加以组合的 就是要强调这个南海啊 美国跟菲律宾还是要坐得住 镇得住才行 其中解放军南部战区 1号到3号到4号之间 也特别全时保持说强调高度戒备 那维护海洋权益等等的 这种的互相的较劲 仍然持续进行当中 包括台海冲突如果爆发的话 菲律宾还表态 拒绝美国使用它的军事地点来进行攻击等等的 也要为自己着想啊 美国官员说中共的军机不安全 拦截减少 但是中非的南海升级 仍然在争端的不断的抗争 这种风险还是在上升当中 所以有个第一螺旋仍然在上升吗 到底双方在军事上沟通管道 恢复建立了 但是却还有各种不一样的氛围在当中 环球时代报道 有位中国留学生哦 一位在耶鲁大学念书的博士留学生 去年12月19号光是要入境美国的时候 被带去小黑房间里面去盘查 然后最后还告诉他留学签证被注销 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注销原因 没有说明他认为这也是侵犯了人权啊 那或者这个M姓另外留学生 在美国没有任何违法 也在被入境的时候 带到这小黑房间里面去 看看有没有任何的 跟中国的研发计划军方实验有关 那甚至盘查后签证 直接取消 海关跟禁管单位都没有 给予任何的理由跟说明 那不是人权国家吗 所以中国的驻美大使就加以抗议了 连这种民间的学术的这种念书交流 通通都被有问题 是因为中美间谍站在身为吗 哇原来你都是匪谍 大家都是匪谍 那亚裔的美国官员还说 自己在美国也有 包括取消1400项任职限制等等的 现在也被不公正在调查当中吗 被卡关了吗 那拜登政府施压ASML 就是在晶片大战的部分 要求公司这些企业取消中国的出货 要他半导体的相关的设备里头 有一部分他要求的项目就是不准出口到中国大陆去 要让他在DUV这个部分的设备 没有办法取得这些材料 那让王文斌特别的愤怒驳斥 美国的霸道霸凌 在晶片战争看起来还没有趋缓 而美国本身因为美债上升 拜登内政有很多大的危机在 所以公共债务已经突破到多少钱呢 34兆美元 国会还要再进行一场国会大战 上市趋缓 不论换了议长等等脱了一阵子的所谓的预算 现在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指出 联邦的取债又瀑布了更新高 马上国会又要上演另一场战争 所以美国联邦预算的问责责任会主席就说了 34兆美元对联邦债务是一个真正很让人沮丧的成绩 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 归咎其原因是政治领袖不愿意做出艰难的财政选择 所以美中对抗要想要围堵的中国 却让美国本身自己的债务跟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而拜登跟川普是不是在恐吓选民 到选举好像都是这样 现在川普的民调数字一再的超越拜登 但是选战又在打恐惧牌 最近几下民调显示 想美国民调可以 川普在共和党初选都领先对手 但是拜登跟川普都以为言耸听的讯息 要制造恐惧感啊 恐惧什么 川普可能重返白宫 对提出警告 这恐怖的事情 是吗 如果川普回到白宫 会对美国或是国际的关系 引起很大的恐惧吗 政治学者也说 11月大选不管是谁胜出 全国有一半的民众会深信 国家已经完蛋 美国价值将要回于一旦 这是在很多的媒体的民调数字里面有所呈现 亮哥我们来看看在中美关系里头 南海啦还有今天的战争 看起来现在还是持续的在对抗当中 南海我觉得中国新的防长董军是海军出生嘛 所以我认为今年啊 大概从东海台海到南海 会有对峙 我认为他会去挑战美国的自由航行啊 因为中国大陆大概空军已经画了红线 那接下来我认为他会在海军画红线 那当然如果是来清德当选啊 那他可能安全带要绑紧一点啊 我认为24海里的临街海域会被挑战 这个恐怕是台湾要面对的问题啦 那另外那个间谍战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啦 因为美国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部件全部被灭了嘛 所以坦白说他对中国这些留学生的情志的掌握 也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 那可能就有人提供资料 也可错杀一百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就认为说他可能跟中国大陆的军方啊 一些比较机密的机构有关啊 那可是也查不出来 他没有确切证据啦 我跟妳讲如果有确切证据干嘛约谈你啊 是不是 通常如果有确切证据就直接抓你啊 不是吗 他就是有点灰色 半信半疑 查不到 那干脆不要让你来这样 就把你F1的签证给你取消掉这样 是 这个现象我认为还在恶化中 因为你可以看到 SML荷兰受迫于压力 那对极款就不能出口了吧 那中国大陆也知道啦 因为他现有手上有1400胎 DUV啦 那在路上的还有600胎 所以他大概要撑个一两年应该没问题啦 可是 他就会被人家紧来开发自己的DUV 这没有办法啦 那SML就是受害者嘛 当然 因为只要中国做出来 他就没了 那定案就没了 那你就是被美国逼的嘛 那至于这个美国的公共债务啊 事实上 因为他有一些是在升息期间发行的啊 所以明年的总环 可能那个光是支息的部分 就会超过一兆美人 所以美国 34你如果 一兆多了 对啊一兆多嘛 对不对 你一兆多你美国一年的预算 你的税入大概只有五兆左右耶 好可怕 那你的税出通常是六兆五啊 你本来就赤字预算 那明年在这种情况一兆又被扣掉 所以美国明年的财政会很紧啊 而且会 连续几年都很紧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当然拜登第一个就挂掉了 因为你很难做事啊 民主党没有钱是做不了事的啊 跟共和党不一样啊 事实上坦白说啦 川普还比较可以原谅啊 因为他碰到疫情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一些赤字的支出 你拜登根本没有碰到疫情耶 花钱花那么凶 所以乌克兰花很多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对乌克兰花了一千多亿啦 国际间呢 我们现在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这些国际焦点了 昨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大家都非常的惊吓 因为在宇田机场竟然发生了飞机 互撞的意外 日航呢 当时正要降落 结果呢撞到了这个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那现在造成的是五人死亡 东京这边警示听他们表示 要朝业务过失致死的方向来调查 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就是新闻媒体的报导 发现了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突然变成了一团火球 当时所有的人都看傻了眼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NHK这边呢 他们说他们得到的回应就是 日航有说塔台是许可他们着陆的 但是为什么当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应该在跑道外等待的时候 他竟然会在这个跑道上头出现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就是现在必须要查的 而且呢 当时有更多的画面在现在也曝光了 也就是呢 当时在日航这架飞机上头 有379人是全员疏散的 但是呢海保这边呢就没这么幸运了 造成五人死亡 一人受伤 而这位机长呢则是有这个 虽然是身负重伤 但是呢 人就命是有救回来的 您所看到的是在当时日航里面的飞机画面 所有的人呢都仅遵着空姐的指示 所以呢他们也说在这一次日航呢 危机处理还是蛮受控的 因为呢能够带着所有的人生还逃出飞机 只是台地震两天而已 哎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意外 网友开始在说日本怎么了 至于呢在羽田的事故之后 岸田呢他们也直接的讲说 当时这架海保厅的飞机 他是准备要去灾区来救灾的 大家担心的是 对于能登半岛灾区的货物运输会不会有影响 他表示是不会有影响 目前这些救灾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只是能登半岛这边有人说了 基本上呢 这里也算是一个蛮重大的机械以及晶片聚落 现在知道的是在佳赫的东芝晶片厂 已经宣布暂停这个停产 那去年呢 他们现在在4月才刚刚新建的12寸的晶圆产线 本来今年春天完工就要投入营运 现在呢这一切都必须要先等 所有的灾后救援完善之后才能够全部来复苏 那么在调研这边就预估了 因为现在呢仍旧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淡季了 那所以在整个产线的淡季上面 会不会对于整个产能造成影响 这个影响应该在可控范围之内 好但是呢在这次的地震当中也出现了领土争议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地震大家担心会有海啸嘛 所以呢就会有长征海啸警报 结果这警报区呢划入了南韩独岛 这个就是他们日韩之间的岛屿争议 那南韩这边赶紧先提出了抗议 但是南韩境内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议题必须要解决 政治议题也是社会议题 因为最大在野党领袖李在明在被民众给刺伤之后 目前已经先转入了重症病房 这个凶险也已经坦诚 他是蓄意攻击 而且呢严判他可能已经追踪李在明一段时间了 那大家就开始在讲 为什么李在明旁边有50位警察包围着他 仍旧会遇袭呢 大家就讲第一就是这个凶贤他扮成支持者 第二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一些原警在这边 只负责维持秩序而已 才会导致这个突袭真的被他给得逞 到底现在日韩双方 他们的这一些政治以及社会民生所遭遇到的问题 怎么样来解读 请教亮哥 特别是现在大家很关心的羽田机场的这一起飞案意外 日本连续这两件事啊 他的处理过程都让人家感到意外了 第一个就是地震 那石川那个县的知识 当晚竟然人不住在县 不住在人村石川啊 那后来有人去查 说他事实上是经常不住在当地 那竟然是知识啊 就是县长啊 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 那个知识是在X上面 发一个推特啊 然后请求日本相关单位 赶快就投入援助 结果那天 第一天投入的智慧队 只有1000人 嗯 这其实是少到 有点不可思议的程度啦 那 那说后背有7800人 可是 第一天投入就只有1000人 那那个时候温度大概是2度 其实也蛮冷的啦 是 所以 一开始大家就觉得 欸奇怪 就只听到说活埋嘛 是 只有那个死亡的人数就不断攀升 就我们本来大概说大概30个人 后来变48 后来变65 就一直攀升 然后甚至有人说 现在在现场的救助 都觉得有一些人还觉得 得不到相应的帮助 那这个人家当然会去对比 那个甘肃的救灾嘛 甘肃那是多冷啊 那是零下15度欸 所以我是觉得人家当然 因为中国大陆那个甘肃的地震刚发生嘛 而且天气比日本还冷 那我甚至还看到第一天人家就搭了各种帐篷 然后还用无人机做夜间照明 很多啦 它动员的那个军队的人数也远超过日本 所以这个就感觉不是我认识的日本 那第二天就更离谱了啦 那个海上保安梯那个小飞机 竟然会被大飞机撞上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他要进入机场 怎么会不知道小飞机在那里呢 或者是小飞机明明就在还在那里 你就不应该让他登陆啊 那可是就是发生啊 所以我看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空巴上面的人 刚好那个机腹下面可以迅速让他们 离开那个现场啊 不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伤亡欸 那可是那个小飞机 那么大的飞机撞到当然就没有办法啦 就造成了好像有无死嘛 那另外那个机长也是重伤 这个完全难以理解啦 就是以日本这种航管 航管是一个很机密的管理的程序 日本怎么会出这种问题啦 所以这两件事实上都凸显出 现在日本给人家感觉 这个管理的效率跟精准程度 不弱以往啦 所以令我感到相当意外 在目前这个当下 其实在东北亚这边 正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也要带你来关心一下 国际间的局势了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今天 很多人看到新闻的时候 吓一跳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韩国这里 他们最大在野党的党魁 李在明遇袭 事发当时是什么状况 是有一个人呢 他假装要去找李在明签名拍照 结果呢 就从他的揣中呢 就他抽出了一把力刀 然后呢 就直接袭上了李在明 他当场就倒地 这个人已经被逮捕了紧急送医 那他们的总统尹席 赶紧出来开记者会 说不能容忍对他的攻击 同时下令一定要赶紧来彻查 但是有不具名的国会议员呢 他们就表示说 有没有可能这里面有所谓的阴谋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说了说攻击李在明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掩盖 现在在野党想要通过 对于第一夫人 还有对于特别检查官法的一个通过 甚至呢 还有人认为 这会不会尹席月是幕后黑手 这样的说法呢 在韩国境内通通都有 因为过往确实李在明先前呢 他为了抗议尹席月的政权 里面有很多他不服从的事情 甚至还断食了 而这当时呢 尹席月也批准了拘留当时的李在明 因为呢那个时候 在当市长的任内 据说有些贪污的案件 正在被调查当中 两个人在过往2023年有来有往 现在呢 突然遇害 让大家呢 就会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更何况李在明呢 他下一届 其实呼声也蛮高的 有22% 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任的总统 没人知道 可现在发生了这么样一件事情 对韩国政局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至于在日本的部分呢 这几天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 都知道 现在呢他们正面临一个天灾 也就是呢地震加海啸 甚至可能还有大火加上火山爆发 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呢 已经造成了蛮多的房屋倒塌了 甚至呢当时透过新闻画面 也看到 重燃之间 因为在晚上的时刻 所以发生了大火 热尔岛的火山呢 甚至直接爆发 火山会往上窜 有1.6公里这么样的高 而也看到了在路面上头 有车子呢因为海啸 差一点点呢就直接打到岸上来 好当时呢有辆车子就差一点被打到 而高架桥呢也因为地震造成了晃动 所以是停车场里头的车子呢 就像洗衣机一样的在晃动 您就可以知道当时震度力道之大 而现在呢有民众讲了 说那个时候呢前方的道路就像是豆腐一般的裂开 他说就像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 其实在这一回地震带上面 日本的专家直接讲明 说有近十条的断层 有可能都在这一次的地震当中同时移动 这已经是破了139年的记录了 而现在呢也因为过往311大地震 当时的经验 所以这次地震的时候呢就有女主播 她当时呢其实是在转播球赛 但是呢她就要求大家立刻逃保逃难 还说不要忘记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安逸的坐在位置上 也不要往岸边走 现在立刻避难 因为呢在这一次的事件 经过了上一回311之后 大家很有经验 甚至还有这个网络上面的人讲 说即便是一公尺高的海啸 打到你身上 你也有可能会致死 网络上面更在谣传 说当时地震发生之前 曾经有看到满天的乌鸦在聚集 甚至呢他们说这样的景象 以前从未见过 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当时 这大自然给人们的一个预警 预告 现在网络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说法 而回过头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到现在呢 这个韩日这两个国家都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请教阵员委员你怎么样来看 在韩国这边李在明遇袭的意外 日本是天灾 韩国是人祸 韩国目前呢 两个政党之间呢 斗争已经太过激烈了 尹锡月担任总统以后 就拿这个他的对手李在明啊 十二年前在担任一个小城市的市长 案内一个不清不楚的案子啊 拿出来说要调查他是否贪污 所以这个是本质上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案子 他是在小城市当市长 后来升来当首都 选上首都的市长 然后又开始变成在野党的这个党主席 他选总统的时候只输给尹锡月0.7% 如果侯友宜 这个贏了戴京德0.7%的时候 侯友宜应该不会去报复 这样的报复法 那我就觉得尹锡月这边实在太过了 也就是因为两党在争论 而且争论要夹杂什么日本核废水 什么北韩的核子武器 问题就越搞越糟 那也不可否认了 其中有一个是在野党 有时候也故意找茬 就是因为饮食业的夫人 本来就是比较奢侈的过生活 所以他们就弄了一个特别官检查法 就专门在调查总统夫人 我第一次听到说调查总统夫人 从来没听过 所以两方面你叫做斗争有点 有点的不太顾尺寸 所以是这个 那会不会有一些对方的支持者一下子 这个在这种情境里面就开始行凶了 这当然是不乐见的 但是竞争这么激烈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免 所以政治人物有时候在竞争的时候要有所节制 跟这个也有关系 不能把老百姓带入一种情绪 亢奋高涨 甚至于疯狂的境界都不好 那日本这就是令人同情 这个我们多多慰问他们 这个地震这个是无法预防的 这个日本、琉球、台湾在同一个低岛链上 包括菲律宾没有不地震的 这是低岛链上面的宿命 那再加上火山爆发 因为它在火山带上 那这个海啸 没有错 刚才讲说海啸一公尺 别小看海啸一公尺 海啸从海里面被推上来 那个力道有多大 冲到人身上就像被汽车撞到一样 所以那个不要以为它是水 那是很大的一个力道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主播也反映得非常好 这个可能各国或者我们台湾可以学习 如果临时发生地震 就赶紧透过各种媒体呼吁大家离开海边 因为当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时候 就有一种情形就是说 深海中发生地震 结果所有的海水退出去了 很多人很开心 说哎呀 跑到海滩上面去玩一玩 就没想到隔了差不多40分钟 海水再来的时候就已经逃不及了 就巴厘岛那一次 对巴厘岛那一次 所以是伤害非常非常的大 日本的这些教训 不过它的救灾的效率不错 就是值得我们学 1月3号的时候 菲律宾的军方发布声明 就说与美国共同举办第二次的联合巡逻 那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南部战区也回应了 就说我们也要到南海这边来例行巡航了 感觉上面这边的这个拼场已经展开了 那所以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现在菲律宾又讲说 我们拒绝当你美国或是使用的军事地点 他说虽然美国现在获得轮流进入菲律宾军事地点的一个权限 但是菲律宾表明如果中美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 他不会允许美国使用这些地点来攻击 这菲律宾感觉挺聪明的 在做两手策略 一方面跟美国禁一方面又设一个底线 好像是做给这个中国大陆一个面子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整军备战嘛 这个最新的画面曝光了 央视首度曝光了这个最新画面 就是在福建舰这个的一些细节 这福建舰的甲板上面有三条电磁弹射的轨道 那目前正在进入细破试验的阶段 意味着距离下一个阶段还是已经不远了 那中国大陆也是除了美国海军有最新福特级的航母之外 全球唯一拥有这个电磁弹射系统航母的航母 一个国家 那我们看一下 CNN他就报导 他说这个代表了习近平的野心啊 他说呢 现在习近平在这个南部跟东部战区 任命这个执行过任务的董军来接替李尚福成为国防部长 同时也任命了专业的潜艇官员胡忠明成为海军总司令 代表说他可能要这个进犯钓鱼台或者是台湾南海的企图啊 这是CNN他们自己的解读跟看法 那再来现在中国大陆也扬言全年无休的要巡逻钓鱼台 中国大陆计划在2023年就是365天都会维持海警船巡逻钓鱼台的水域 那就有学者讲说这样的一个新常态恐怕也会冲击到中日之间的关系 也甚至今年预备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搞不好也会因此而破局 但是反观如果说中日之间的关系现在有点危机 岸田有办法来顾得到吗?因为我们看今年从元旦至今 真的日本不要说货不单行了就是接二连三的感觉 一直出状况一直不平静 我们看这个联邱业园这边一个长发妹在电车内 挥菜刀还刺伤了四个人 甚至他包包里面还被搜出有这个剁骨刀 被誉为说是不是日本版的政洁 然后目击者就讲说哇这车厢里面都是血 一度造成了非常混乱的情况 还不止这个一件事情 在东京涉谷车站也传出有人迟到挥舞 让这个地铁两个线都因此而一度停摆 那这个大批警力也是前往现场来搜寻 因此造成了冬极东横县还有富都兴县 一度暂停行驶 所以感觉上面好像有一种这种恐慌扩散的效应 还有在日本的这个北九州的商店街大货 甚至烟烧两个小时在1月3号的下午发生大货 才地震完 然后呢就是又发生了雨田机场的这些事故 接二连三又发生在地铁里面的两起这样的事件 还有商店街大货 人家想说日本到底怎么了 怎么会开年这么的不平静 那我们看看现在地震之后呢 现在死亡的人数攀升到了78个人 现在岸田已经下令说自卫队要更积极主动的介入救灾 人家想说这难道是本来的黄金72小时里面 自卫队不够积极吗 甚至我们看到在X上面就已经有一些日本人 他们就有一点不同的评论 他们就说如果超过72小时的话 本来很多可以挽救的神明现在都没有办法挽救了 还呼吁说岸田文雄先生 那里住有很多的美军 请尽快向美国提出请求 有驻守美军的小松基地 其实离正央不远 大概141公里 那美军难道袖手旁观吗 反倒中国大陆在这一波 李强他有说已经向岸田文雄致电慰问 中方愿为日方抗震救灾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援 美军距离不算远 怎么好像没有主动的要去帮忙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飞机相撞 人家现在调查出来了 这是原来是人祸吗 这是日本的国土交通神 就是羽田机场这一起事件 他公布了通联的记录当中 发现空管人员可能并未掌握到这个海保飞机 先进入跑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才造成后来日航降落的时候 撞到了已经在跑道上面的海保飞机 那现在这个警示厅也要介入调查 那可是人家讲说不幸中的大幸是在这个A350上面的 就是日航这一架飞机上面的乘客是全数都逃离了 那可能是这个A350他们的材质是碳纤维材质比较耐火 所以才可以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全机的人哪怕已经是凶凶烈火烧起来 还可以抗得住这样子的一个火势 让大家赶紧的逃生 这算是这一起事件当中最让大家觉得 CNA很奇怪 他说习近平现在任命了有什么战斗经验的人 担任海军总司令 而且担任国防部长 表示习近平有进犯台湾的野心 那我请问一下 美国最近刚刚任命的Charles Brown Jr. 担任参谋联席会议主席 他是太平洋空军司令 是不是表示他要轰炸中国大陆是不是 这个逻辑CNN到底有没有想想自己 所以对CNN这种有的没有 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 不在于他任命谁当国王部长 也不在于他谁任命当海军司令 他只要任命来能够打仗 永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重点是他们听什么 政治领导人的命令 你政治领导的问题解决了以后 不需要军人去冒风险 这一点CNN不懂吗 连菲律宾都会担心说 哎呀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然后菲律宾会捡进战火 因为美军可能利用菲律宾当基地 就像说现在罗马尼亚 波兰很担心说 如果F16从他们境内起飞 去跟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导弹就直接打到波兰跟 跟罗马尼亚 那到时候北约要不要参战 就变成情况会很复杂 日本也都担心这个事嘛 如果你美军从日本起飞 参加台海战争的话 那你日本会不会遭到解放军的攻击 这个大家政治领导要把事情想清楚 不要什么事都推给军人 那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岸田文雄这个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我导说有点不太懂 12月19号18号的晚上 已经是12月19号了 甘肃发生大地震 21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就到甘肃视察 你说好吧三天吧 请问你岸田文雄 现在已经1月4号了 岸田文雄还没看到人 怎么同样是首相 怎么差那么多 这种事本来是首相管呢 难怪解放军要把东西先打好 因为总理要来 什么热食啊 什么这个暖气啊 通通配备好了 那你日本 我觉得日本人民很可爱 也很平面 人家空姐啦 主播啦 就是官员很懒 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不晓得安田文雄这个内阁 到底在干什么事情 你今天到今天还在讲说 哎呀我们陆路有困难 我们想要从海路登陆 你就赶快登陆啊 怎么还有这些问题出现啊 这个日本让人看破所脚 除了会排核废水以外 您这种最基本的救灾 都被人家觉得说 你是在做什么 实在非常不好 当然日本最近不太平静啊 也不用说整天在担心 中国会对钓鱼台怎么钓鱼台 不重要 中国不会在那边伤脑筋的啦 菲律宾啊 只要不信忍耐交也没事啦 不要以为南台湾跟菲律宾有关系啊 但是真正的老百姓担心的治安啊 这个消防 这个日本现在没有做得很好啊 连这个地铁站里面都有人挥刀 而且计算时间好像速度慢了一点啊 速度慢一点 比那个泰国当场把人戈壁的速度还要慢啊 我是觉得日本在这边加油啊 昨天看到这个日本地震消息 已经觉得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刚刚的中午之间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李在明被袭击的消息喔 这是南韩最大的在野党的党魁李在明喔 他其实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在釜山这一边喔 一名化身为这个支持者的人 他其实带着说啊 我是李在明这样的一个头套 本来是穿过人群要跟李在明来索取签名喔 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拿出这个 这个非常尖锐的武器朝向他的脖子这一边来攻击喔 那李在明就当场倒地 然后就是马上马上这样血就这样喷出来喔 所以看起来这个场面非常的触目惊心 这样的一个猛刺的这个这种状况啊 那现在幕僚讲说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如果再刺身一点的话恐怕就会完蛋喔 那我也是有看那个现场那样的一个画面 真的他是化身为好像支持者 那本来李在明前头都是媒体喔 摄影机这样子用退的方式来拍摄他 他就夹藏在这个摄影记者之间 然后突然好像要要求签名 结果这样子出现了一个袭击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尹熙悦出来讲 讲说现在要为李在明的康复来做祈祷 他说这个我们韩国社会喔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容忍 这一类的暴力行为 那事实上呢 李在明跟这个尹熙悦喔 一直以来都是政坛的对手喔 呃那个时候在2022年的3月份的时候 当时尹熙悦跟李在明被誉为是清中跟清美路线的对决 清美派就是尹熙悦喔 那这个李在明就是清中派 他同样也是蛮质疑这个日本到核污水的事情喔 那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之前就 这个日本是在8月24号的时候倒出核污水 然后李在明就从8月31号开始绝食抗议 一共绝食了19天后来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喔 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执政党好像一直对他 也是觉得说他们国会表决通过说 要对于这个李在明有一个逮捕案 那当时呢其实还网传有一个暗杀令 那那个暗杀令是李在明的支持者说 哦你们这些同意票的人 我们要去暗杀你有传出这样的消息 但是没想到今天是不是双方的敌意喔 恶意螺旋不断在上升喔 让这个现在目前韩国政坛非常的不稳定 那也反映在说今天这样的一个突袭的事件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尹熙悦的施政 其实好评率创下新变喔 他当初跟这个李在明的投票喔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 其实喔他们大概差不到一个百分点喔 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这个安折秀效应这样的事件 我们现在在选举当中也有听到 那现在李在这个尹熙悦的好评率 大概支持率只剩下31%了 所以这的确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警讯 如果跟美国不断的靠近 也让他的这个民调往下掉 还有他也赞成这个日本核污水 也变成他重创民调的一大原因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岸田同样也是喔 他的新年贺词喔 其实有讲到说啊接着我们要迎接充满机会的新的一年喔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不论在经济社会外交方面啦 那其实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加的美好 这个话才刚说完喔 没想到到了下午就发生了日本的地震事件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本来是岸田喔 要排休假喔开始休假喔 他从31号开始要休到1月4号才恢复上班 但是呢现在就发生了这一起地震事件喔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岸田他最近的一个民调 其实也不断的在创新低 现在他的支持率只剩下16% 比起上个月下跌了5个百分点喔 甚至有7成的人认为自民党应该要解散啦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震 当然也是引起全球的瞩目跟震惊喔 这一场地震呢7.6级的地震 现在目前岸田赶紧出来召开记者会喔 就说非常灾害的对策本部 现在要全力来救灾以及动员 最大限度的动员 那这一次石川县首次震度期的地震 恐怕专家评断大概是有10条断层一起移动喔 所以有非常多的异象 我们来看一看 有包含了有这个在地震之前喔 出现了这个数千只鸟乌鸦 疑似是乌鸦的这样子 飞聚在天空当中喔 像海浪般集体飞离啊 让大家觉得说天有异象喔 甚至天空上面还有天降陨石的状况出现喔 除此之外呢 在新干县的车厢喔 也被大家募集到说 一阵天摇地动啊 然后旅客们在不断的尖叫 连月台上的显示器喔 都在那边摇摇晃晃发出巨响 左右强烈的摇晃 甚至还甩出了零件摇摇欲坠 7.6集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震度喔 所以我们看到NHK的主播 也非常罕见的用强烈的口吻 呼吁民众一定不要轻忽警报 不要犹豫喔 请想起311大政时候的灾难 立刻往高处避难 所以看起来 这个新年2024日韩都传来不平静的消息 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 有点同病相连 同病相连 而且韩国人对日本人是非常同恨的 因为日本人统治韩国期间是非常的残酷 那现在的韩国这位总统 他对日本人这样子的友好 其实对很多的韩国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 那日本的问题主要是 当然他们天灾 所以日本人其实安全感很低 最重要的是天灾 地震 因为它是四个板块的交汇的地方 比如说欧亚大陆的板块 太平洋板块 菲律宾板块 一共有四个 这个教会 所以它是这样子撞击 融起来变成日本 但是因为你是在教会的地方 所以只要有一个板块有撞击的时候 日本的地震就不得了 所以它断成很多 它非常的破碎 它的这个地震 所以这个都是日本人长期不安的这样一个因素之一 那现在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安倍派的政治现金的问题 那偏偏安倍派是自民党里面最大的派系 所以大家出了这个丑闻 然后有些人也被撤职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这个就有很多的不安 因为日本人 他们的金权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 钱跟这个权 政治的力量跟财阀的力量 是勾结的很厉害 所以以前叫四当三落 你如果有资金有四亿 你可以选上 你只有三亿资金你就会落选 所以他们的派法领袖就养很多的这种 他派系里面这些议员 要供应他们 长期供应他们钱 所以这里面的 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政治现金的问题 这一点都不 不不不不不 一点不怀疑 只是说民调掉到百分之十六 这怎么 要怎么能够撑得下去 我觉得很奇怪 民主国家以人民的民意为主 所以你整个政府的统治的基础 是来自民意 按下来你民意的自私只有百分之十六 那你怎么撑得下去 那只如说日本人 学习了忍受 日本人很容易忍这个民主 忍到最后变得非常疯狂 也有了 你看二次大战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安倍复有大问题 韩国尹熙悦 我认为他在选举的话 他不见得会这么顺利 因为韩国人的个性是非常强悍的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对日本人这样子的 一面倒的这样的一个和好的这样一个姿态 内政有很多大的危机在 所以公共债务已经突破到多少钱了 34兆美元 国会还要再进行一场国会大战 上市趋缓 好不容易换了议长等等 脱了一阵子的所谓的预算 现在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指出 联邦的取债又突破了更新高 马上国会又要上演另一场战争 所以美国联邦预算的问责责任会主席就说了 34兆美元对联邦债务是一个真正很让人沮丧的沉积 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 归咎其原因呢 是政治领袖不愿意作出艰难的财政选择 所以美中对抗要想要围堵的中国 却让美国本身自己的债务跟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而拜登跟川普是不是在恐吓选民 到了选举好像都是这样 现在川普的民调数字一再的超越拜登 但是选战又在打恐惧牌 最近几项民调显示 想美国民调可以 川普在共和党初选都领先对手 但是拜登跟川普都以为言耸听的讯息 要制造恐惧感 恐惧什么 川普可能重返白宫 对提出警告 这恐怖的事情 是吗 如果川普回到白宫 会对美国或是国际的关系 引起很大的恐惧吗 政政学者也说 11月大选不管是谁胜出 全国有一半的民众会深信 国家已经完蛋 美国价值将要回忆一旦 这是在很多的媒体的民调数字里面有所承认 那当然是 不过先讲一下南海 其实菲律宾跟越南是真正的 跟中国大陆在南海 足有争执的这样两个国家 可是这两个国家 其实都外交上都有它的灵活度 那习近平前日也访问了越南 所以越南1979年被中国大陆派兵进去 战争也打得非常惨烈 可是越南终究接受过欧洲国家的统治 他们在外交上有他们的灵活性 他还是觉得不能跟中国大陆较恶 那至于菲律宾呢 他现在讲出来了 我虽然跟中国大陆搞得很不好 但是如果作战的话 战争爆发 台湾被攻击 美军不可以使用我的军事基地 他避免跟中国大陆对峙 其实菲律宾心里有点虚虚的 中华民国当时南海最多岛屿 是在中华民国手上 我不想比了 中叶岛1970年 是被菲律宾给占领了 中叶岛是抗战胜利以后